早上六点钟欢迎收看一电视整点新闻 我是赵慧文 我们来看到顶层不动产公司 他打着年收利息5%到6为口号 吸引民众掏钱来投资大台北地区的停车位 新年来不法吸金超过20亿元 台北金雄昨天指挥调查局台北市调处 兵分六路来搜索顶层不动产 并且约谈张姓负责人导案说明 全案也朝违反银行法的方向来侦办 同时也要来厘清实际的受评人数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他之前定下说 年底是美朝对话的死线 那随着这个期限越来越接近 北韩对美国施压的力道也越来越大 甚至在三号放话说美国会得到 什么样的耶旦礼物都取决于他们自己的选择 另外金正恩则是在二号的时候 再度前往白头山 似乎暗示他会做出重大决定 不过美国也不可能按兵不动 就在北韩呛下的同一天 他也出动了两架侦察机来巡视超显本的 好香港政府才刚下了最后通牒 要求香港航空必须在12月7号之前 改善他们的财务状况 而且还要筹得一定现金 否则可能要被吊销营业执照 攸关这样子的 好不过香港繁松中事件系越演越烈 持续还烧到了旅游业 现在网络上面就流传了一张 迪士尼乐园大门空无一人的照片 就被美国旅客直呼说 这个根本就是鬼城 除此之外呢 要在迪士尼乐园举办的倒数派对 也在官方的宣布之下取消 开始办理退款 迪士尼乐园的盈亏已经达到了赤字 预计呢在下一季的营收下滑 会来到新台币24.6亿元 香港除了人民 现在连旅游业都受到相当严重的打击 看到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昨天晚上在南港展览馆举办的社群职业 吸引了3000名年轻支持者到场 那么除了乐团灭火器 首次现唱竞选歌曲《台湾依娜》 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高嘉瑜林长佐 以及吴怡农赖平宇等人呢 还有写真女星鸡排妹 都到现场来帮她站台 要拉近跟年轻选民的距离 另外呢则是有网友在网路上面贴出 韩国与墨尔本后援会的邀请函 说12月1号办募款餐会 时间点呢从中午开始 一个人餐费是2000元新台币 后来呢又在脸书上发出讯息 说这餐会呢改到下午1点半来举行 而且是免费出席 那如果来参加的民众想要捐钱呢 是全部捐到韩国瑜的竞选总部 引发网友讨论 好现在在网路上面掀起了 这样超夯的椅子挑战 怎么挑战呢 是尝试要90度弯腰 把你的头贴在墙壁之后呢 再把椅子抱在胸前 但是奇特的是这个测验 几乎只有女性可以成功 昨天晚间11点多 警局接获报案在新北市新庄 一处民宅发生的纵火案 那么放火引发火灾的 就是住在屋内的30多岁占性男子 不过呢幸好火势扑灭之后 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我们连线给记者严明瑜 上个月27号 高以翔促世中国 昨天灵堂完成了头七的仪式之后 亲友是陆续前来吊宴 那毛家恩夫妇跟黑人 陈建州夫妇跟汪东城等人呢 都到场来致意 送走了高以翔的好朋友之后 高以翔爸爸也在晚间 七点多跟着出来 疑似是因为太累了 体内不知 一个失神踩空摔跤 吓坏了所有人 好那么另外高以翔的好朋友 在微博发文 除了细说两个人的相处点滴 还说呢 这高以翔找他出席 见证跟女朋友家人的重要晚餐 因为即将要开始一个 新的人生篇章 这段发文也让外界猜测 这高以翔不幸 在向女朋友求婚的前一晚促事 好韩国女星雪莉 跟聚和拉接连 传出世事的消息之后 在昨天下午 韩星车人和 她也被发现在家中身亡 好来看这个29岁的苗栗 地方法院何姓法官 升等案被司法院给挡了下来 传出原因老是因为她常常出国 她的网红老婆经营的 自助婚纱网站当中 国外的婚纱照 也常出现她的身影 就被外界质疑了 是不是因为 因为这样子才造成了 成审的案件 没有办法如期来宣判 这何姓法官呢 却再开辩论方式 造成案件拖延 传出将近三年有70件 苗栗地方法院的庭长 出面澄清她一切都合法 但是也引发质疑 是不是会影响当事人的权益 好来看到中华队在 世界十二强棒球赛实力 想要前进东京奥运 明年四月一号开打的 六抢一奥运资格赛 会是最后的机会 那没有想到 现在这个中华棒球协会 跟中职 针对协议书是各自表述 因为棒协争取主办赛事 但是呢中职表示了 应该要按照合约 组讯参赛跟主办赛事 都应该要由中职来负责 台湾民政党不分区立委 候选人蔡壁如呢 她把取消政党协商 立为政见之一 引发部分台匪市议员不满 认为这是藐视议会 那么在昨天下午 柯文哲到议会去向 法规委员会来致议 慰问的时候呢 就被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洪建益酸说 根本就不尊重议会 还来做什么呢 也让柯文哲的表情相当尴尬 航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昨天下午搭飞机出发展开了 长达十多天的访美行程 不过呢 他却脱口说出 自己出国之前 试图跟国民党北市立委 签选人蒋万安来联系 等他回国之后呢 就要来帮他站台 全因为蒋万安的对手呢 是民进党的吴一农 之前脱口 虽然蒋经国害爸爸没工作 在此郭台铭反击了 会帮蒋万安站台 因为蒋经国对台湾的贡献 以及是他才让自己有工作 不过这一次 国民党不分区立委的名单 是引发争议 尤其像是第四位 退役中将吴思环呢 他列在安全名单里面 更是饱受抨击 但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呢 昨天他在政论节目了 来替他辩驳 居然脱口说 路客到金门 是我们去中央争取的 那么当时作家 香港末日博士之称的 香港交通银行 前首席经济师罗家聪 今年十月份呢 居然被离职了 那么在接受 外媒金融时报访问的时候 就爆料 说资方呢 认为由香港人 代表中资银行发言 并不适合 他表示现在 香港的中资银行呢 已经逐渐的 避免来聘用港人 甚至传说了 是有不成文的行规 说直接不聘用 香港的本地青年 今年 泰国的华府礼一场 冬季嘉年华会 在十月三十号 居然发生这样恐怖的意外 因为在这游乐场里面 有一个非常刺激的 游乐设施 叫做疯狂扑浪 在启动的时候 疑似是安全感 没有扣好还弹开 当场把六名游客 飞炮甩出 吓坏所有人 你看到高雄爱河边 之前出现了这样的 奇特场景 有一群鱼 是集体跳上岸 那有一名韩粉呢 就兴奋的把这影片 PO上网 说是韩国鱼回到高雄 鱼群为了一堵韩国鱼 没想到底下 就引来其他网友吐槽 说是连鱼都不想活了吧 好 澎湖发生了 大陆渔船借避风之名 进到了澎湖的南方海域 那海巡没有出海执法 被国家公园警察 PO文质疑 那么超前部署破工 那么对此海委会小编 就在脸书上PO出了 海巡署执法的数据 而且还怒嗆 我们的同仁的命不是命 我们就来关心天气讯息了 昨天在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 白天北台湾都是持续偏凉的 我们要透过地面天气图 对大家来看到的是 今年的第28号台风北冕 已经在今天的凌晨2点 减弱为轻度台风了 那它现在的位置 是在俄兰比南南西方的 950公里海面上 以每个小时22转15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溪来进行 强度会逐渐来减弱 对台湾已经不会有直接影响了 不过在温度方面 今天的清晨没有像昨天那么冷 不过还是觉得有点凉凉的 各地低温是来到了15到18度 白天的北台湾高温则是18到20度 其他地方则是21到23度 另外要看到这降雨的部分 透过定量降雨图 带大家来看到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再加上南方云系北夷 可以看到其实全台各地降雨 几率都明显的提高 也转为容易下雨的天际 在上半天东半部地区 跟大台北东侧 就会有机会出现了短见降雨 那么西半部则是云量增多 并且会有零星飘雨的现象 在下半天各地的雨势 就会越来越明显 尤其在晚上过后 这北部跟东北部的降雨 会持续而且更加明显 并且还会有局部大雨 或是好雨发生的几率 请大家要多加留意了 一整个礼拜的天气 透过一周天气带您来了解 明后两天就是礼拜四 礼拜五其实也是同样 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以及南方云系的北移 各地降雨几率都会提高 尤其像是北部跟东北部的雨势 会比较明显跟持续 刚好如果这段时间 温度跟水气配合 在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是有降雪出现的几率 尤其是在礼拜五的几率会更高了 那么一直到礼拜六礼拜天 这个水气是逐渐的减少 北部跟东半部的降雨 会比较明显的减缓 那么在中南部则是恢复到多云道晴 不过要提醒 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北台湾整天还是比较凉一点 那么中南部日夜温差 还会逐渐的拉大 可以看到这个温差是比较大一点的 这波的东北季风 预计是在礼拜六晚间 到下个礼拜日清晨会达到最强 强度最近可以接近 这大陆冷气团的等级 要一直等到这礼拜一礼拜二 东北季风才会逐渐的减弱 请大家要记得做好保暖的工作了 我们来看到这个智琳姐姐 在结婚之后肚皮的动静 一直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昨天她在上海出席了时尚活动 又被爆出有孕了吗 在时尚典礼当中 好来看到在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韩国瑜的夫人李嘉芬 她的父亲李日贵 过去在地方上面是以脾气火爆出名 还传出跟前西罗镇代表林马逸 他们两个交情匪浅 不过其实林马逸传出很早之前 开始就在地方组织暴力集团 跟八大行业来收取保护费 101年就被抓了 不过沙石案风暴持续延烧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在韩国瑜的夫人李嘉芬 李日贵连带风波不断 也外界议论纷纷 那么李明哲就稍早代替父亲 发表声明 表示李日贵在担任云林县议员的时候 直询的内容是被断章取义的 所以决定在今天早上10点钟 要举行记者会澄清 而且也要求总统蔡英文 要把整件事情以假新闻的方式 来严谨处理 不过说假新闻 另外再来看到的是 前大阪办事处处长苏其成亲生 北检调查卡神杨慧如 涉嫌在网路上带风向 国民党直指杨慧如 其实就是民进党的网军 更是导致外交官亲生的原因 昨天下午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更是到外交部去抬官抗议 跟警方发生了推极冲突 不过民进党是反批 国民党刻意是连结杨慧如 跟绿云之间的关系 市场庭打破沉默在脸书发文 还引用了媒体报道 提到了国民党副总统 候选人张善政 曾经自曝杨慧如 去找过韩正英谈合作 燕门凡政府武装青年运动 之前声称在边境 击落了一架沙鲁地阿拉伯的 阿帕奇直升机 那么隔几天又公布 击落一架中国制无人机的影片 对此沙国当局则是严正否认 我们再来看到这名 想要结婚的杨慧男子 他在网路上面透过了婚媒仲介 要找越南女子结婚 那么这仲介呢 他会先在那群组里面开直播 让大家来挑选你喜欢的越南籍女子 而且还说都有严格把关 而且把人娶回家只要30万元 不过呢 现在却发生有一女多嫁 还有老婆家暴的状况 那业者呢 却以国情不同来推脱 才要求离婚 那么要求离婚呢 手续费又收取了高额的代办 等于说一只羊被你剥了好几层皮 现在已经有受害男子提出了 乍气高速 好再来看台中这名46岁的潘姓男子他 晚间喝醉之后呢 就坐着轮椅在风圆一间超商前面 只要看到人就骂三字经 那有消费者是不满回呛 还拿椅子做事要攻击他 幸好旁边的朋友劝阻他 不过呢 就有民众目击到这一幕 把他录影拍了下来 po上网 认为说呢 坐轮椅的人被人给欺负了 不过警方到场 其实一眼就认出 这一名轮椅哥是辖区里头的头痛人物 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 酒醉闹事 好不过这画面真的是非常危险 拍照像是在玩命 有民众到南投埔里 第五面 二号晚间呢 在新竹发生了一起车祸意外 有民众要过白马线的时候 是被执行的外送机车给直接撞上 为送骑士受到了轻烧 那被撞的民众呢 则是当场倒地失去意识 目前还在加护病房治疗 从今 好双北停车场是一位南球 有计程车司机半夜回家 找不到车位 看到邻居家门口呢 摆水桶跟脚踏车站位 就移开停了进去 被